民眾的食的健康 第二個我們強調的是公民權的部分 也就是一般民眾講 我們希望公投跟大選能夠結合在一起 不要影響民眾的公民權 這是國民黨提出來的 我們全面來推動 另外兩個民間團體推動的 一個是有關藻礁環保的議題 一個有關核四的議題 能源的議題 我們都表示尊重 也表示協助的態度 那我們基本的態度就是 我們一定全力推動我們國民黨 推出的兩大議題 對民間團體的 我們也呼籲大家一起來 也就是這些公投議題 每一項不管是環保議題 不管是食安議題 不管是公民權議題 不管是能源議題 我們大家一起來 這是一個公民議題 這是一個民生議題 不是一個政黨對決 我們國民黨會照這個方向來努力 那接下來會加強跟這個民間的一些公民團體的接觸嗎 其實這個主要是一個公民力量的展現 公投的議題本來就是民間發動的為主 那我們國民黨也有我們的主張 那我們也呼籲包括所有在野的力量 所有的公民團體大家都站出來 民進黨不應該用一黨之思就反對 全面反對每一個公投案 尤其很多牽涉到民眾健康 民眾安全的議題 環保的議題 民進黨更沒有這樣的理由 說全面的來反對 主席因應您之前有提到說 就是說如果無法處理核廢料 就不要使用核能 那現在我們國民黨這邊的力主就是核勢重啟 那主席有想好核廢料怎麼處理 有關核安核廢的議題 這是中央一定要堅定立場要來處理的 不可以推給地方政府 那至於這次的公投案 我們每一項都依我們國民黨的立場 還有尊重民間團體協助的方式來推動 甚至那個蔡英文總統他請全黨制來反公投 甚至還多5800萬的經費 黨公子來推這個 黨公投的這個 這個做抗檔什麼的 你不可以看 那怎麼會 民進黨以一黨之師 一黨的力量結合行政的資源 執政的優勢 想要來反對全民提出來的 每一項的公投案 我再一次強調 國民黨提的是兩岸 有關食品安全 保障民眾健康 以及我們公民權的議題 而民間團體提出來的環保議題 或者是能源安全的議題 民進黨不應該以一黨之師全面的反對 我覺得 應該要理性的來面對每一項的民生議題 才是一個負責任的執政黨 我們會用什麼方式來夜宿 請會參加秋冬嗎 主席那個央視報導 您推動就是推動島蘇公投 那您怎麼看 謝謝謝謝 好 剩下畫面我來公給大家 謝謝謝謝 剩下畫面我來公 謝謝